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不断地表达自己 我是觉得很多东西我都想记录下来 不管是我去学一个什么东西的过程 还是我想做一个什么东西的过程 欢迎我在25岁30岁的时候 是一名篮球健将 那我也能就是看到当时我是怎么开始的 我是觉得就是想通过一种比较记录的形式 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我想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小1点 真的 小1点 我们今天来开会 上次不是为了你们好多问题 征集了好多你们的问题 今天正好 早几个解答一下你们的问题 我们昨天刚从山东烟台 我坐了快十个小时 从长途系续回来 然后晚上还没睡多久 今天就跑到公司开会 期待看到你们的这点挺好玩的 哇 这些鱼花 今天吃的小鱼饭 我的上厕所是这鱼饭 大家好 我是英吐 周克宇 挑了一些大家想问的问题 上一次不是有征集到大家一些 我记得好像是发了一个微博 然后说征集一些大家想问的问题吗 今天就选了一些出来 然后接下来可以给你们做一些解答 周丹不会要做QA的Vlog吧 预言加刀的 对这个就是一个QA的Vlog 也不完全是吧 HX HX HX是花絮花絮的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 你们怎么理解它就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然后第二个问题 分享一下歌单 我个人认为有好多很值得给你们分享的歌 然后主要是因为一些版权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分享给你们 但之后我会找一些别的方式分享给你们 第三个问题 如果可以离开娱乐圈回到最初的起点 最想做的工作室 就会在这个行业 然后在别的地方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第四个问题 如果情绪不好或者遇到麻烦的事情 你会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呢 或者说你释放压力的方法是什么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没有压力 我没有情绪 多吃饭 多睡觉 想点别的 对吧 看个电影啊 听个音乐啊 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挺好的 就是情绪的出口 我可以通过听不同的歌 用不同类型的音乐 然后来找到一个调节自己心里的方法 对 第五个问题 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 我大概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开始接触英语这门语言的 在那个之前我都是完全不会讲英语的 然后我学英语也挺堪坷的 因为没有从小就接触这门语言嘛 所以一开始特别困难 然后可以给你们分享几个有效学英语的方法 首先一门语言需要掌握的就是 听说读写嘛 对吧 这次呢 首先要功课的 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听力和口语 因为这个是你在和人沟通里面 最需要常用到的两种 听力这个东西怎么去练 很简单 看美剧看英剧 或者说看很多电视剧 去找其生活化的电视剧 比如说什么生活大爆炸 老友记啊 废柴联盟啊 就是类似这种贴近大家生活的这种剧 因为在看这些的同时 你也能够看到很多文化上面的东西 就是他们可能比较有一些很多比较local的那种slang 你是能直接看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vlogger 就是有那种记录自己生活的人 去看这些呢 其实间接性就等于说你可以身临其境的一个环境 然后去感受很多他们生活当中的 就是一些平时用到的口语啊 或者交流方式 大家怎么开玩笑的 怎么去表达自己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论你看任何东西 我觉得都不要开字幕 即便你一开始会很多东西听不懂 但是你很多东西可以意会得到 然后口语呢 就是这个东西就比较有意思 因人而异 有的人他可能就比较自信 就不论他的口语水平高或者是低 他都愿意去讲 他都敢于去说 但可能我当时就是对于口语这个事情很没自信 所以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自言自语 我上下学的路上 我会跟自己用英语对话 我会问自己你今天吃了什么呀 有什么作业啊 今天怎么样啊 怎么交到新朋友啊 等等等等之类这样 然后我再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运用到和别人的对话里面了 剩下的就是阅读和写作了 这个我觉得更多是一些书面的知识 在你锻炼出来了一些基础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起单词书去背些单词 然后去尝试自己写一些片段 或者说看一些别的英语书 读一些别的英语书也可以 整体来说就是这样 因为我不是很系统性的学的这本语言 我是那种比较野路子随心而育的 语言这个东西其实自由度很高 不用把它当成一门课去学 更多就是自己去感受 哦对 语言环境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这种很良好的语言环境 你要想办法给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你每天看什么东西 听什么东西 写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自己决定 自己可以尽量给自己营造出一个偏沉浸式的环境 这样你学的会更快一点 近期最想提升的技能是什么 我最近有看很多篮球比赛 我最近看了好多NBA CBA 还有NCAA 就是很多就是各种联赛的这种篮球篮球比赛 然后也看很多球员的比赛基金 包括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这门运动的历史 每个时间段 什么样的队伍 什么样的球员之类的 看还挺热血的 挺想去开发开发运动 讲一门运动 自己去输出汗 以前唯一会做比较多的保持的就是健身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最近看了冬奥会 冬奥会呢 挺真本人心的看下来 就是有很多冰雪运动 滑雪啊 花滑啊 就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事情给我的字节挺大的 因为看到了很多这种优秀的运动员 也想找一下自己在运动方面的一些这种天赋吧 如果有的话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 去创造营之前有一段时间很沉迷于音乐制作 那段时间我专门为了学这个自己去钻研了很久 最近也挺想把这个事情延续下去的 因为后来从节目出来就有一段时间 经常忙跑通告什么的 然后也没有机会做出来好几个小时去一直钻一直去看 我最近呢可能还得提升一下就是推领的这个技能 对就是尽量以后再逻辑和思维这块也想提升一下 对 2022最想完成的一件事是什么 2022最想完成的一件事 有机会的话我想开一个演唱会吧 和intuan一起 2022 其实2022有很多想完成的事情 就这个也包括我当时会来征集大家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今天坐在这里跟大家去聊这些也是因为 我有想去记录下来很多东西 但是在我开始去做认识之前 我有想过要不要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比如说你们对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什么的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表达自己 然后表达自己的机会其实有时候并不多 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不断的表达自己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都想记录下来 不管是我去学一个什么东西的过程 还是我想做一个什么东西的过程 比如说对吧万一我在25岁30岁的时候 是一名篮球健将 那我也能就是看到当时我是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吗 我是觉得就是想通过一种比较嫉妒的形式 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我想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022年可能比较想完成的也有这件事情 刚刚有一个也忘说了就是我对电子经济也挺感兴趣的 也想找机会在今年能够去接触一些职业的战队或者是选手 去比较系统性学习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可能以前这个更多是一个兴趣 其实我有想做事情很多就是包括在音乐创作上面我也想拜访一些音乐人啊 不管他们是制作人也好还是独立的这种歌手啊或者是比较具有创作能力的这些老师们 我觉得都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找到他们并且跟他们去沟通学习很多东西 所以我有非常多想去一一实现的东西在2022年 对 然后同时呢我也希望我觉得你们如果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随时告诉我 第几个问题了啊 有什么一直想做但还没做的事情吗 有什么一直想做但还没做的事情呢 周游世界吧 柯宇20岁有什么想做的吗 柯宇还没20岁 柯宇20岁想周游世界 最后一个问题怎样可以变得和你一样吧 从今有个智者告诉过我 这个就是防晒 好像说比较有用最有用的是物理防晒 如果大家想想想想想变白的话 就是早睡觉 然后少晒太阳 把自己遮了自己遮包的粘积一点 这个事我确实也没啥经验 因为我自己本来也不是很败 对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当一个玩笑的探索了 OK 发布就这样了 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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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